我們今天從哪一道開始 我們先來用藥材包好了 就是燒酒蝦的這個藥材包 燒酒蝦的藥材 到底應該一定要有哪些 其實現在市面上都有買到那種 它直接寫燒酒蝦 然後這邊所有的藥材 其實有時候每一家都不一樣 譬如像我們今天就是給大家的 有黃旗 有川瓊 有生虛 然後有黨參 有桂枝 還有一個就是當歸 燒酒蝦系列有一個 中藥材不能放進去的 就是熟蒂 熟蒂放進去它就變黑了 歸類在藥燉排骨這一罐 藥燉排骨味道 所以那個湯頭會黑黑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這邊已經有個高湯了 所以我這個 像黨參這種 參類的部分都比較容易苦 所以其實這個 黨參還沒有那個生虛苦 像這個 生虛更苦 對 生虛更苦 所以這個給大家一碗的量 你大概下一半就好 口感要口感勝放 生虛我就大根的這一根 我把它留起來 所以不能全部都下 好 當歸的部分 就是大約一大片的半片的 左右就好 這樣就夠了 對 然後來 桂枝是整個的 香氣的來源 這個你可以加多一點點 那也不用到全加進去 好 川球部分也是一樣 好 然後再來 枸桂的部分跟紅棗 我們就留在外面 乾草你有放嗎 我們沒有乾草 沒有乾草 黃棋 就是比乾草 再高階一點點 我們現在帥氣的班主任 燒酒蝦的蝦子 要用哪一種比較合適 好 酒呢 哪一種比較香 就是會以泰國蝦為主 泰國蝦本身的這個肉質 跟整個鮮美 肥厚 會最好 然後再來其次的部分 就是走到就是 譬如像草蝦 再來就是白蝦 就是有這樣方式 高湯就把它煮好 煮好這一半我就先放進來 讓它去煮 先滾湯頭 先滾 對 先滾這個湯頭 泰國蝦買回來之後 這個前面的蝦 把它稍微修一下就好 要處理一下就好 簡單修一下就好 不然基本上我們都是 整隻就丟進去的 甚至可以把蝦剪掉 然後繳留下來 看起來比較煩 然後在燒酒蝦來講 幾乎在這個湯裡面 很少去喝 不喝少的 燒酒蝦 為什麼 燒酒蝦比較少去喝這個湯 湯不是很精采嗎 很精采 沒錯 可是也是有很多雜質在裡面 因為有蝦 蝦子的雜質 對 有一個 算一個鐵鍋 這個鐵鍋其實就是會 把蝦子放到裡面去 然後在燒熱的過程 讓這個鐵鍋是持續的在加熱 乾燒 乾燒 你的泰國蝦沒有開背喔 沒有開背 沒有開背 不需要開背 因為我開了背之後 它的所有的甜度 相信整個就跑到那個湯裡面去了 好 來 現在的溫度都出來 然後這邊底下已經開始在冒煙了 這個時候 燒酒蝦 這個是 菜進來 我的天 認真要這麼多酒 正瓶 正瓶 基本上燒酒蝦都會 配一個藥包 然後一罐米酒 是正確瓶 一個藥包一瓶米酒 正確瓶 就是正確的一個比例去燒它 十隻蝦 要一瓶米酒 有時候我們可能半斤 一斤的量 就一直倒 好 這邊的薑片的部分 這這樣看起來滿嗨人 你就放在這個幾片進去 做的都是反的 今天給大家的是 去脂的 現在就可以繼續熬了 反正要煮甜味 你這個就開始一直燒了 其實大家都把它想得太複雜 要去堆疊什麼 堆疊什麼其實 真的不需要 麻油雞的部分 電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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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定要用老薑嗎 一定要 一定要先燙過 這樣一定是老薑嗎 老薑基本上 麻油雞的用老薑 中薑 味道會比較足 好 再來就是 老薑一定要帶皮 你不能把外皮再刨掉 你刨掉你整個薑的香氣 完全就不見了 跟養分也少了 對 你只要把那外面的油土 把它洗乾淨就好 然後放在你的廚房 就是讓它通風的方式 去做保存 然後再來切這樣子的部分 它的薑的部分的纖維質 會很長 所以我們都基本上教大家 就是直接 逆紋切 老薑這個皮的養分 應該滿多的吧 有 有 應該說是皮跟薑中間的那一層 皮跟薑中間還有一層嗎 任何的果肉或幹嘛都是 這個兩片都做得很好 有點乾燙 烙了一個不要不要的 電話又進來了 電話進來了 羊圈舞 請問是否不要加太多米酒呢 班主任哥哥 請問是否加中藥材呢 班主任哥哥 請問是否乾煸老薑丸再麻油 稍微加黑麻油 炒過呢 班主任哥哥 請問是否煮麻油雞 有分雞腿肉三截刺固定的地方嗎 班主任哥哥 這個弟弟我先跟你講 酒的部分 其實你也可以像我們有的 就是一半的水 一半的酒 那就看你的酒量 因為我弟弟我也不知道 你現在幾歲 他搞不好是妹妹 弟弟或妹妹 所以這個水分的部分 你自己可以去調整 酒香味你可以後面再去增加就好 是否麻油雞需要加中藥材 麻油雞其實也不需要中藥材 因為有時候你炒一炒其實 它就是很單純 可是 有一些店家都會加 因為就是它不同的味道 特色 它就是它的特色 然後酒的部分 譬如像我們現在給有紹興酒 包括一般的米酒 其實這個都可以 然後其實麻油雞最大宗的 還是用米酒 紹興黃酒這個都是點香而已 它上面有寫說 是不是乾煸老薑丸再加麻油 稍微再加黑麻油炒過呢 班主任哥哥 以現在我的做法 因為麻油雞很多 大家都會煮到後面變成燥熱 所以前面的部分 你看我麻油我都含有效 為什麼大家會燥熱 因為麻油的關係 麻油跟薑你冰碗 就很容易上火 你反而沒有補到 反而是上火 好像是 麻油跟薑其實是溫的 但是炒過的時候變燥 炒過就變燥了 然後肉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一般市面上其實 麻油雞 全雞任何部位都可以 也可以用全雞下去炒 外面賣的就是這樣子 也可以用雞婆 對 也可以用雞腿或什麼 外面再加雞婆 外面再加雞婆 然後像這個高溫必須要把 雞腿把它煸香的 你就直接用這樣子去煸就好 現在要把它放下去 酒香出來這個再進來 這邊有一個朋友 有什麼靈的問說 請問雞肉要先汆燙 所以你建議先汆燙嗎 還是直接炒就可以了 你如果你的雞肉量 非常多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子 直接就把這個外表部分 把它鎖住的話 我建議你會汆燙 就把雜質拿掉再進來 也可以去一些就是雞肉的油脂 你如果今天我們的雞肉量不大 我就需要它這些油 你就可以直接進來乾煸就好 薑跟麻油一起炒的話會上火 所以你是不建議 在這麼前面就放麻油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面部分 你看我現在還在煸炒 時間拉長了 它的整個燥熱性質就會改變 然後你的麻油也會轉成苦的 好 這邊我就把酒加進來了 又是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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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有 你在家裡的部分 你可以譬如像一半的酒 一半的水 就看個人喜好 然後加一罐就是 我整個會把它煮到最後 就是它會有一個回甘的感覺 一點油都沒下 對啊 就完全用雞的油 雜質把它濾一下 那它這個蝦子這樣子滾 不會煮太久 沒有煮 它本身就是會越煮越香 好香喔 現在一鍋燒 漂亮 好 不是進補的 我們都會補一點點 鹽巴進來 我之前有聽說 就是煮麻油雞的時候 不要加鹽比較好對不對 可是其實應該是要加的 以中醫來講 他就會建議不要加鹽 為什麼 好像會解那個藥性 就是一個吃得對身體好 加鹽吃得味道好 心情好 看你知道哪一個 好 看個人需求 所以有時候會有麻油嗎 你可以點點上去 就讓它增加香氣 那如果是煮麻油雞湯 或麻油雞麵線 班主任有沒有可以建議說 我們還可以在裡面加什麼 讓它增加甜度 譬如說玉米可以放嗎 玉米可以 最簡單就是 我們今天有給大家就是高麗菜 好像很少 比較少 我們家就會放來超好喝 推 大推 就是那個湯喝起來會甜甜的 就變甜甜的 其實這個概念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 薑母鴨的意思 應該算薑母鴨的部分 黃酒放這邊 就是紹興再把它放進來 然後湯沖進去 湯就直接沖進來 好香喔 剛剛好 剛剛好 在家煮這個真的湯很精采 對啊 這個湯完全可以喝 好猛喔 好 這邊有高湯就進來 好香喔 對啊 真的舒服 光聞就熱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是冷氣太行 不是 它應該是情緒 情緒的 情緒整個奔放 好 這個時候它沸騰完之後 你就可以下一大匙的這個 麻油 麻油 先讓它滾沸 去拿它吃進去 先讓它滾沸 它這邊 所以燒酒雞裡面的中藥材 今天提供了一些建議 就是參考 對 燒酒雞 它其實是 1 2 3 4 5 6 麻油雞 麻油雞面見 麻油雞 燒酒蝦 我燒酒蝦 我今天燒酒蝦的那個湯底 是不是就是這樣 2 3 5 6 7 8 8種 差不多 大概是個基本的參考 對吧 是基本的 這邊是基本的參考 可是有一些在外面 比較簡單的 中藥杭就有賣 專門燒酒蝦的那個中藥包 中藥包 賣場現在也有 賣場只要到秋天入冬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都會很多 放在哪邊呢 掛在那個米酒的那一區 一起 一組的 好 這邊我就加一點點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看它 這個裡面要不要加鹽巴 等一下要不要加鹽巴 我們就是 那個鹹度 麵線如果有鹹 我們這個就不要加了 對 然後我現在加了一些 高麗菜進來就是 要讓它去 煮出那個甜度出來 來 麵線也是一樣就是 它都是鹹 手工的 這個手工的 把它剝散 好 再來就是 麻油雞的這個湯頭 很多煮到最後都變成 白湯 那其實就是你的溫度 一直沖很高 一直沖很高 它才會產生白湯 白湯不好咩 也不是不好 你在傳統來講 我們段序你都白湯 就不知道你 就沒有濃郁感 沒有那種視覺上那種感覺 對 但如果想要那個功效 又不想要酒精味那麼重的話 是不是可以 就把它變成濁湯 也可以 這其實每一個 教育你自己習慣心 都可以有水 酒湯喝起來也是很好喝 酒湯超好喝 這個滿鹹的 我喜歡 好 因為等一下兩個要結合 所以我這邊就 不要讓它煮到 不要煮太久 兩個最後都是要結合的 對 那有的會在這邊就是分開 要吃的時候再做結合 如果做生意的話 應該會比較像這樣對不對 做生意會一定快賣 分開賣 對 需求不同 需求不同 請問班主任 麵線有什麼選擇的方式嗎 或是有其他 麵線真的 每一家各場都不太一樣 都不一樣 真的有人是鹹度夠夠的 有人是完全一點點的 或者真的沒有 就是不要買到臭鋪子就好了 對 會 對 所以聞到一些臭鋪子那種 那個真的是 所以要自己有熟悉的 買麵線的鋪子 比較好 然後剛剛也有人問 就是麵線是不是要另外再煮過的原因 也是這個原因 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水這邊把它 先排解 先排解就好 對 然後這個你看那個水裡面 它很多的澱粉質 你在這個 這個麻油肌裡面 那個澱粉質在這個裡面 就覺得怪 對 用麻油去拌它 對 麵線就帶來麻油味 麻油肌 對不對 還可以加酒 用酒 這樣擺讓我想到 有時候去吃那個什麼 薑母鴨 然後麵線上來這樣 一盤然後上面撒那個 麻油 然後油蔥 油蔥 對 油蔥 那個什麼 羊肉乳也會有 通常等湯滾之前都先吃這個 對 然後湯來就飽了 吃不下 好 這邊 味道調好了 味道差不多了 酒味我讓它再煮一下下 你的酒味太濃了 幾乎全酒 幾乎現在變成一罐酒半罐的水 高湯 高湯 那水也才10度啊 這就是 我覺得太淡 很濃嗎 是 成哥的 %數 大概8%左右 不到10%嗎 不到10% 就是這樣子 不到10% 為什麼認真地講很好 因為嚇到 很濃嗎 很濃 不到10% 對兩步 不到18% 好 最後這邊再補一點進來 感覺好看喔 因為黑麻油呢大家都有一些老品牌 大家會去買一些喜歡的黑麻油 這也要有自己熟悉的 你最後補這個麻油有一個好處 是你吃雞肉的時候 從湯裡面撈起來的麻油就會負責在上面 裹的一層 就會更香 對 更香 所以不用七早八早的用麻油去弄你的雞 弄得跟真的一樣 不要一次全部下去 對 不需要 起來再有就好 這叫做點香 點尾香 點尾香 搶頭香 這樣點尾香 點尾香 點尾香 好了 燒酒蝦麻油雞麵線 一起上桌 吃麵線了 先吃 先吃它的麻油雞麵線 好 謝謝 素心 怎麼樣 雞肉會Q 所以雞肉不要切太小 大家知道做這個雞帶皮 然後不要切太小 吃蝦囉 吃蝦囉 好開心喔 裡面有個飯耶 已經熱了 已經熱了 這個不能浪費 秋冬這樣吃就對了 好爽喔 這個蝦好好吃喔 真的 超好吃的 好Q彈 嗯 嗯 嗯 好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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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Q彈